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 有人认为吃饱饭是幸福 有人认为住豪宅是幸福 有人认为一年存款能有十万是幸福 有人认为财富无穷尽才是幸福 每个人的幸福观都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都有平等地追求幸福的权利 贫穷不会成为不幸福的原因 富有也不一定就会幸福终身 无名化名很喜欢捏枪拿掉 让别人伺候自己 连带自己的子女们也都有样学样 一点不尊重天天为他们累死累活的母亲 可是后来无名在婚后 妓女的态度却让她发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才让她及时醒悟了过来 无名和妻子是经由相亲认识的 二人感情基础说深不深 因为无名从没许诺过妻子什么山盟海誓 但是说钱也不钱 因为二人还生育一儿一女 无名是个直男 而且又有很严重的大男子主义 非常喜欢别人都听按自己的规则行事 无名小时候家穷 父母虽然只有她一个孩子 但养活起来也还是非常费劲 经常身上都没几件像样的衣服 全都是破洞 一贫如洗 家图四壁的日子过了足有十多年 无名大学毕业后 家里的生活条件才有了彻底的改善 为了改变家人的命运 无名选了建筑专业 毕业后直接去了建筑公司上班 边学新知识边实践边拿工资 一举三得 这便是无名的目的 工作后不到半年 无名就拿着工资给父母翻修了房子 家里终于不再冬飘雪下漏雨 他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无名过惯了苦日子 特别渴望过上有钱的生活 再不用像以前一样 好几年都穿着同一件破衣裳 为了防止那段苦日子 一直成为自己的噩梦 他还让父母把家里的旧衣服全都扔了 他全部买了新衣服送了父母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抹除过去的生活痕迹 也在抹去过去的自己 无名为了多挣钱 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搞起了副业 干起了给别人画图纸和设计房间装修的活迹 在无名的拼命努力下 他在公司的职位也越挨越高 慢慢成为了领导层的一员 月薪开始以万计起 有了高工资 就有了买房的能力 于是 无名的父母就开始操心起了他的婚事 四处给他相看女孩子 无名的妻子性格温柔 而且骨子里很传统 一直都觉得丈夫就是女子的天 女子出嫁就该重复 夫为妻刚 女子绝对不能忤逆丈夫 正是这种传统的性格吸引了无名 因为无名当怪了领导 就喜欢领导人 而且从不喜欢被反驳 妻子可谓是无名的理想型 二人结婚后生活倒也算顺意 只不过这份顺意只属于无名和孩子们 因为妻子从始至终都被他们当保姆看待 无名是家里挣钱最多的人 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 妻子只是一个村妇 没有读过多少书 只知道一味的顺从丈夫 是一个只知道最心于家务和家庭的家庭主妇 在无名的示范作用下 家里的孩子也从来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母亲 明明已经18岁的人了 却还是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干 连自己袜子也不洗 只会把家务扔给母亲 不会做的不做 会做的也不做 这也是孩子们成家以后 还总喜欢往家里跑的原因 因为回家后有母亲伺候 自己什么都不用干 不用做饭 不用洗碗 甚至不用帮储 可是 无名的老伴去世后 儿女们就很少来了 毕竟 以前她们来都是老伴一个人 做饭洗碗的伺候一大家子人 所以她们都愿意来 如今只剩无名一个 而无名又喜欢拿领导架子 根本不会伺候她们吃喝 所以孩子们便都不愿意再跑来 因为已经没了来回跑的动力了 父母之与子女的意义 有时候真是令人唏嘘 自己辛辛苦苦宠爱的孩子 结果最后却只把自己 当成了免费的保姆 无名过惯了被人伺候的日子 突然之间 没有人在跑前跑后 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让她很不习惯 于是 老伴去世一年半后 无名就又再婚娶了个老伴 而这个老伴人很善良 对无名也是特别的好 再婚以后 让无名的生活又重新有了意义 体验到了被人伺候的滋味儿 说来也是奇怪 无名一个人在家的那段日子里 儿女们一个也不曾上门问候 看看他们的父亲是否安康 是否缺于少时 可如今无名再婚了 儿女们却愈发来的情 最多的时候两家七口 都会挤在无名家里 按理来说 哪怕父亲这么大年龄再婚 子女心里也应该还是有些介意的 但是没想到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掺和父亲的生活 无名的子女们来得频繁不假 但是都不带东西 上门光带一张嘴 不带脑子也不带心 而且一待就是一整天 一日三餐吃完后才各回各家 吃了饭直接就从无名家去上班 上班结束后再回无名家吃饭 一个两个都把父亲家当成了免费的餐馆 更重要的是 孩子们到无名家以后也还和以前一样 只是来吃饭享受生活 顺带偷懒 完全不会帮着做家务 一点家务活都不干 完全都有老伴一个人承担下来 每次他们走了以后 老伴都累得够强 但老伴每次都不会说什么 有一次 无名的儿女们又都来了 而且足有七口人 因为是周末 所以老伴的女儿也来探望老伴 但是 他来后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目光所及之处的一屋子人都在聊天玩手机 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 这可把老伴的女儿气坏了 自己捧在手心里的母亲居然被别人当庸人一样使唤 这让老板的女儿十分痛心和生气 当下就要接自己母亲回家 妓女的反应瞬间就让无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之后他就立马告诉了儿女们 以后每月只许来一次 并且要吃什么自己买来自己做 不然你们再这样赖在我家吃白时 我就要离婚了 每个人在人生中只拥有一次机会 却又拥有无数次机会 如果一个人可以走出蒙昧 无知 骄傲 自负甚至自卑的怪圈 生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幸福要靠自己的争取和维护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想要获得幸福就要靠自己争取和维护 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 更没有白来的幸福 爱本身就包含了条件在内 没有无理由又毫无由来的爱 如果有 那大概就是骗局和陷阱 每个人都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但是却也要学会精准把握 获得幸福的机会 文 无比